OK 大家我們是 明明就 見名 我是見名 見小明 有小獎 我是阿老婆的C.G.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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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到我們Man's Toad 直接來各位上零食 GO 我真的發現我 他要幹嘛 我不能吃零食 我就有變化了 你不能吃零食嗎 那你要幹嘛 所以要啃什麼 你要吃什麼 麵包 這有吃沙拉 沙拉 Man's Toad 他在吃到他的形象 我講真的 因為你講真的 我每次看你們的Man's Toad 我覺得 我好胖 我就狂吃耶 來 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特別點在哪裡呢 是因為Man's Toad 其中一個人有一個 重大的事情發佈了 公明結婚 公明結婚了 結婚了 沒錯 看過這個Lighter 今天歡迎公明 恭喜 恭喜… 大家 怎麼會想不開 也是手頭無辱 我想說你到底跟我們聊了這麼多年 要有膽結婚了 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只是覺得遇到一個可以陪伴我每一天的人 然後… 又很自在耶 你也可以很做自己 他也可以很做自己 然後可以互相包容 互相支持 因為我不想要因為年紀 因為父母 突然有小孩 那些原因去結婚 因為我覺得那些結婚 不太是出自於 我期望結婚 我想要結婚 因為我覺得 我只要去做一件不是 從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早晚都會偏離軌道 是 那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有他們在我的生活 我是覺得很滿足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結婚是必然的事情 對 那就是剛好父母見面 我們就聊個時間 OK 那就 大家甚至 而且我們很巧的是 因為其實我不迷信 但我爸比較傳統 所以就給他去算一下 然後他就算到一天 然後因為他算是農利 我們看不太早 然後我們就 有一天是陪我的生日 然後想說這麼巧 那不然我們就約那一天 來登記好了 這樣子我禮物就會有少一份 太完美了 但是除了高明以外 同時我們的強哥 是不是發布了一個非常 我不要說驚人啦 應該說 等待已久的消息了 OK 我們的強哥 終於 終於 跟各位說他出櫃了 各位 其實我真的覺得 真心覺得 這是第一個是 當然我覺得 有勇氣面對這世界啦 因為這世界其實本身 就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存在 他不應該接受任何的 評論跟任何的指教跟言論嘛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但是面對於家人跟親朋好友 因為我看了你的影片 我覺得很感動 尤其是你在最後跟你爸講的那一句 愛你們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天啊 超強 怎麼會講這種話 我講得好 軟喔 天啊 我整個心被批發跳的那種感覺 很爽 你知道嗎 我認識的超強 只有影片最後的15秒 幹 講出來超爽啊 幹 幾刀想 這是超強嗎 那真的還滿爽的 我覺得有點像求婚的感覺 求婚的感覺 對 雖然我沒有求婚過 你已經求婚過了 就是感覺 大概是那個感覺吧 就是感覺 有點像 就是有一個禮拜的大便沒到 那不然一次大便沒到 那不然一次大便沒到 舒服 但我想先問你就是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跟家人講這些事情 其實我的出發點很簡單 因為我就是 反正就是我是將心比心啦 因為我 我就想像如果我今天我的小孩 在我離開前都沒有跟我講過 這種他最私人最真實的想法的話 我就覺得 我還滿可惜的 對 因為那感覺是很肆如我 很內心的感覺 對 就是覺得 既然如果我的小孩 在我走之前都沒有跟我講 就好像 是不是我做錯 我讓他不信任 對 還是有那種感覺 那因為也很剛好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 這樣開明 很信任他們啦 很信任他們的想法 然後也很幸運 他們都是 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為什麼不 就這樣 同意 而且我看到一個很 很棒的點是說 你媽媽在跟你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不是講說 你愛的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在跟你講說 不管你愛男生還是女生 你都不能夠腳踏兩條 對 重點 你媽媽把重點換在屁倫這件事情 如果你專一在男生還是女生 只要你專一 你愛誰都是你的 就是你不能一邊男生一邊女生 對 也不能一邊女生一邊女生 對 就是 一邊男生一邊男生 你打啦 剛剛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 如果假設 我們時光照會 欸 我吃完了 等一下如果高明今天宣布結婚 超強宣布出軌 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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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出軌 還沒有 還沒有公佈 還沒有 我好奇如果假設時光倒回去 如果假設你跟你爸媽講的狀況是 他們其實是不贊同你 為什麼 你應該算是雙性對不對 我是 對 那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存在 可是其實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 同性跟雙性這件事情的 可是我也覺得我們上一集其實有講到一件事就是 我不支持你的言論 可是我 就是捍衛你的 說話的權利 福爾泰 福爾泰 對 什麼 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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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不是 她是那個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 雖然說 你的狀況是好的 可是一定有很多人的狀況是 家人一定不贊同 對 所以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那你有什麼想法可以給他們建議 對 你會不講嗎 一輩子 你有想像過嗎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像我這樣的家庭 可以支持你的 可以認同 跟你的想法一致的 家庭是少之又少 嗯 然後你大部分 因為我這幾天 收到非常多的私訊跟留言 然後都是講 很多都是講他們 很羨慕 我有這樣的家庭 然後我可以 勇敢跟家人講這些事情 還不會有被人家攻擊的 對 然後也有一些 有跟我說他們講過之後 直接跟家人翻臉的 哇靠 很 是很多 我是覺得這些人才是多數 嗯 所以 嗯 如果今天換作是我 是這樣子的家庭的話 沒有那麼幸運的話 我覺得喔 嗯 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 藏著耶 嗯 就我覺得 好我今天我可以跟 我的身邊的朋友講 然後可以接受我的朋友講 然後講一講完之後 我覺得就是跟這些朋友 相處的時候比較舒服就好了 嗯 那跟家人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他們的想法 畢竟他們的想法 已經是更生了好幾十年 是 他就是這樣活過來的 他就是這樣活過來的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這樣長大的 就是你 跟你信任的人講 然後你在 你信任的身邊 信任的人身邊 活得開心舒服就好了 嗯 那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 講的其實真的不一定是好事啊 沒錯 就是你沒有必要 就是你跟你家人現在好好的啊 講的完全完蛋 哇 試破臉 那幹嘛要講 我覺得這有點就是 你在這些生存法則之間 找一個縫隙 找一個你最舒服的位置待著 對 就好了 只是家人不接受他 你就尋找一個可以讓你接受 讓你舒服的朋友回去 對 因為你知道我要講我一個朋友 為什麼問你這個問題 是因為 你的狀況是好的嘛 我那個朋友的狀況是非常差的 他是從國外來的朋友 他那個國家是非常封閉 就是不可能會有承認同性這件事發生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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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的狀況是 他在 他那個國家的時候 他知道他喜歡男生 可是他為了他父母 他去交女朋友 啊 然後交的狀況是 他覺得說 好像可以試試看 但結果交的狀況是非常不舒服的 他是硬了起來嗎 沒有 他當他 當女朋友要的時候 他給不了 他就是說 那不然試試看吧 但是他是完全騎不來去 硬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非常難受 直到有一天 他來到台灣 知道台灣的環境 好像是比較開放的時候 他跟我們喝完酒聊完天跟我講說 我真的好謝謝你們 然後他開始講他的性別跟想法怎麼樣的 然後到台灣 他終於離開他的父母 可以好好做他自己的時候 他有多慶幸這件事 但是他父母依舊不知道他的性別 但是該怎麼講 他選擇隱瞞著 結果 一切看起來都是好的 但是痛苦 雖然他自己承受 但是他知道說來到台灣 他換了一個選擇的環境 他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做他自己 我覺得這也是不同的選擇 所以 不論你 我覺得啦 以我立場不論你要出位或幹嘛 我覺得只要對得起你自己 跟思考一下周邊的狀況 只要你承受得住攻擊 我要講的是這件事 只要你承受得住攻擊 跟你一切都思考好了 對 我百分百支持你 我覺得 人活在這世上就這一次 然後反正好好做你自己 這最有想法 你怎麼講那麼好啊 沒有 他應該要做過課 沒有沒有我被好 沒有我是剛好想到我那時候 朋友又聯想說 我也想講一件事 好 我想問很久了 請說 因為你是雙性嘛 對 我一直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 在場的男生 我沒有現犯想過是不是 先喝囉 我不管了 先喝囉 先喝囉 講得高興對話齁 現場男生 憑什麼 為什麼 我不好嗎 抱歉 老實講喔 以前 誰 誰 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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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